中国女篮对战希腊 现在比赛正式开始了 咱们中国内拿到第一波的进攻权 这边给胡鼎杨立维 这里中路试图突破 第一位 这边有机会了 张如的三分球命中 咱们中国队开局手感非常火热 张如命中第一个三分球 3比0领先 看希腊队第一波进攻 大号到两分球 不中篮板 好的 李源快速推进 再给跟进 5点3分 李源这球投了一个三不战 李源掉内线 李源抢断又被对手抢回来了 但是犯规了 球员还是归到咱们中国队手中 漂亮 又是李源的内线 接后卫45度传球 直接擦板打进 包括像在替补席上 从右十九掉进来的中锋 替补陈明灵 这边哨声响了 张如墙本犯规了 能有机会提升 今年其实中国女篮的比赛的 帅底脚 一个是亚洲杯 半绕前防守没有防住 这边又犯规了 从底线甩出来 补顶 转身勾手打进了 希腊队也是打进 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了 李源远 李月如到高位接应一下 李源中路杀入 李月如抢220进攻打进 李月如确实是对对希腊队 在内线有很大的优势 自尽一个刘家层都受伤 这样的话确实现在是 是小鬼当家吧 昨天他们战胜了 日本队 而且日本队是老中 这边篮下无球犯规了 只开到外线 中路面对李月如啊 别来个中距离不中 篮板球被对手拿到 儿子进攻打进 咱们中国队的篮板球啊 是个问题 调到内线 李月如遭到30包夹 转移到底角 再转移出来 李源再甩对角 杨立维这球失误了 还是出界 第一位 篮下是个大空档呀 这样对方的比分追上来了 7比6了 咱们中国队应该有两个会合 没有拿到得分了 李源再兜过来拿球 哎哟 这黄有手啊 没有拿住 对手都快光了 二打一 轻松放进 被对手反超了 你赶紧调整状态呀 希腊并不是欧洲的强队 如果是输给希腊的话 确实是被钉在持五柱上 张如在调低脚 三分球怎么样 还是打铁 篮板球 杨立维拼抢到 李源再调低位 被对手绕前防守给断了 队友的快光也没有打进 李源快速推进 看这球快光能不能打成 对方防守已经落位了 这边下入犯规 等一下李源如 篮板球 两个抢四个 抢得出来 漂亮啊 再给李源如 球被切了 哨声响了 犯规了 杂传给李源如 制造犯规 这边两个法兰 感受感受气氛 敌凡未重啊 我们中国队 拿到七分之后 就已经进入得分花了 许久没有拿到得分了呀 陈明灵刚才也是 两发都没有打进 这边吹了阻挡犯规 老大姐少庭回来了 围定局面 分底角的三分 漂亮 这球干扰了 对手没有挨着篮筐 那么中国队都快光 哎呦 没有拿住啊 这球传太高了 王思雨下来之后 看看能不能 来抢断两个 王思雨的绝技啊 王思雨 快速推进 给到五通通 溜底线 给回来 陈明灵的中距离 还是打铁 看着着急啊 这时候中路的空切没进 连续两次枪上篮板 这球没人抢了 咱们中国队这边 切入非常合理 7比10了 咱们中国队被打了一波8比0啊 哎呦 我们当时是7比2领先 现在是7比10落后 情况有点严重 想让队员的呼应 陈明灵出来接球 再给到王思雨 底角不敢投了 持球攻篮下 还是不中 对手继续打反击 外线三分球 又有对方再次打进 7比13了 这比赛看不下去了呀 第一节还有最后的三分钟 五彤彤 漂亮 给了进攻犯规 我的天呐 这五彤彤身体太强壮了 一个转身 直接把对手炫倒了 加上少庭 这个后场 脚步包括头脑的这张不错的 防尔特密斯防得不错 三个 对手直接投一个中距离 打百名中 哎呦 神了啊 7比15了 九弓之下 对手打了咱们一波 十三比零啊 卡拉夫帝扎费里面 近乎于一个推势的动作 少庭来了 中路 基地给篮下 抢起造犯规 再次占着滑腰线 哎能不能伐劲啊 陈明灵 算一次伐来 脸伐都不中 漂亮 这一次终于伐中一个 缓解了咱们的这波得分慌呀 第二阀也有 咱们中队终于打开局面了 9比15显示现在暂时落后6分 回湖顶 漂亮一个 一次防守 咱们中队打快攻 前场 6底线 换手上篮 再次打进 连得4分 这时候找到感觉了 分他追得很快 王思宇的一个抢断啊 王思宇上来之后果然打出自己的效用 2加1啊 王思宇连线 哨庭 漂亮 加法也命中 分差瞬间只剩1分了 那么中国队还是牛啊 咱们也打了一波7比0 来看这次防守 第二篮下 对手并没有很好的机会 遭到两人包夹 勉强将球转移出来 没时间了 他们 来买球 拿住 漂亮 继续来缩小比分 甚至是反超 掉篮下 这球被摁下来了 垂了陈明灯的走步啊 哪怕运一下 都问题不大 可能身在其中的陈明灵 是想不到这个 还是前场球 最后时刻对手投中一个中距离啊 三分的分差了 咱们中国队最后一攻 看看能不能以个三分结束啊 王思宇攻篮下 突破分球 这边造对手犯规了 上罚又陷了 第一罚命中 第二罚也有 在这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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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